大家好,我記得上個星期 介紹了一隻非常有特色的CITIZEN ECHO DRIVE 我還記得說它唯一的缺點不是機械錶 如果是機械錶,就很早就沒有了 你記不記得嗎? 跟這隻是否差不多? 因為這就是逐集 上次那隻其實已經賣了 就是鋼殼,皮帶 但是裏面的配色是紅色的 但這隻呢,還有這隻 我覺得這隻更漂亮 那隻有什麼不同呢? 那隻是白鋼,這隻是黑鋼 是黑色的 有兩種不同的FINISH,反差會更大 為什麼呢? 這個圈位是光亮的 是照樣的 還有呢,旁邊這個位置 你看到嗎? 現在也是照樣的 好像一塊鏡面一樣 照樣的照樣子和我的電話 但是呢,其餘的部分 包括四隻腳位和帶位 就是做了拉絲 那這隻是很有金屬感 我覺得又不是很黑的 是有一點點金屬感的窗灰色 圈會比較黑一點 但是這個呢 就不是純很黑的那隻黑色 但是呢,這隻手錶呢 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這個面 這個面呢 我記得我上次說它 好像一個洞一個洞 好像一些散熱器一樣 以前的電腦啊 或者後面背板啊 那些散熱器一樣 另外,另外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呢 它裏面呢 那個chapter ring呢 是很高的 升高了 變成層次感是很強的 但是呢 我還看到呢 是用一種金屬的藍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所以你看到反光的東西都有了 是用一個金屬 那所以呢,它整個的配色呢 就不是純粹說 主要是黑色那麼簡單 它那個配色呢 是很多地方都有用的 這個這個 裏面 並且這個位置 但是呢 最特別的地方呢 你記得上次那隻是紅色的嘛 那這隻呢 也是有的 在外圈的底部 嘩 這隻色 漂亮 真是一隻很sharp的 藍色 那就是 算一下這些位置 所以呢 那個配色是做得不錯的 包起來呢 即是它那隻黑色呢 又不是說很深很沉的那隻黑色 它是類似一種呢 是我們叫Gun Metal 一種槍色 槍灰色 並且是sharp 繩 反光的效果 那我記得上次那支秒針 我是彈過它的 就是呢 它用一支紅色秒針嘛 因為它上次 就是紅色為主題嘛 那但是呢 它這隻呢 就不是啦 它不做藍色啦 那我相信它有個考量的 就是呢 如果它做藍色呢 就很沉 就很難看 那跟它的背景呢 是有點不一樣 那所以呢 它呢 就製造了白色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OK啊 即是白色又sharp一些 那後面就沒有東西看的了 那後面的 那底盤呢 那底盤呢 就沒有道的 那純粹是 就是拉一個 旋轉沙 那 鋼底 那就是這樣 那一扣就弱一點 那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價錢來說呢 是 是 交足貨 因為為什麼你要考慮那種配色的設計呢 那麼 美麗的面 並且呢 這隻是光動能的嘛 不是普通石影釣嘛 是2,040元 今天介紹這隻 就是上次的續集 這隻呢 就是用藍色 黑色作為 點綴的 另類的 Citizen Ecodrive Panję Citizen